我们已经坐10分钟了 在这里 就算是已经到了夏天 青景农村温度也只有25度左右 在这里泡一杯香水的高山地也没感觉热 店头有一种舒适的享受 仁爱乡是台湾高山地的故乡 以往由客来到仁爱乡路由 台湾是将高山地买回去泡 不过仁爱乡隆会在青景农村 开启后都得散文化电习惯 特别开派自作泡地区 提供台湾和高品质的高山地 让UK生态 可以来这里泡一口甘酸的好地 休息一下 竟可以享受高山路由的青银跟青山之间 第一次来仁爱乡来喝到高山茶 喝起来的感觉非常的顺口 然后还会回缸 农会提供一个泡茶休闲的好地方 闲暇的时候可以来这边喝茶 一清五口是青景农村的海拔农村 人爱乡农会选择在这里开洗电习惯 主要以行销提供向来国中 特色農地三位主要目的 也因为人爱向高山茶相当受到欢迎 希望让UK有机会 尽管方便拼命高山茶好处理 在关来正式自作泡地区 和UK体验不一样的高山路有风景 我们在这边设立这个自作泡茶区 是希望所有的旅客来到青银农场以后 能够有在傍晚或是在中午 能够有一个休闲的泡茶 能够在悠闲当中平民好的茶叶 那特别是在高海拔平民高山茶 能够有特别的一番风味 那特别在这种环境当中 非常的好山好水 又非常的气候非常温 非常的适合的地方来泡茶 能够让所有的旅客能够感受到 整个仁爱香的美 人爱乡農会也希望 透过自作泡茶区的开闪 让来到青银农场 绿油的国内外UK 对人爱乡高山茶 有景真一般的认识 也就出为高山茶 增加一个行销和提供的机会 接着王朝鑫彩方布图